生活中有一类药物容易导致高血压 还容易降低某些降压药的药效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视频给大家讲清楚 如果家里有高血压病人或者自己就是高血压的患者 大家一定要听一听这个视频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有一类非常常用的药物 叫做非载体抗炎药 这么说好多朋友可能不理解 这到底是什么呀 如果我告诉你 解热阵痛药 比如说布洛芬 对以下胺积分 塞来西部 眼睹美心 等等 好多朋友就听明白了 这个药挺常用 最常用的就是咱们平时发烧了 吃个布洛芬 吃个对以下胺积分 来降烧 来降热 来降温 其实还有很多情况下 他要长期使用这个药 比如说 有些情况下某些疾病需要长期使用阵痛药物 就要长期吃这个非载体抗炎药 比如说我的姥姥就是这种情况 她是骨关节炎需要长期的持这种止疼药 这其中的主要成分就是非载体抗炎药 吃了几年最后高血压了 实质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说张大夫今天就是提醒那些手机前面需要长期服用非载体抗炎药 或者说解热真通药的朋友 注意监测监测血压 它容易导致高血压 其实在容易导致高血压之外 吃这个药后期在选降压药上还很有讲究 因为这个药它会降低普利类降压药和沙坦类降压药的药效 比如说你的高血压是因为吃这些非载体抗炎药 解热真通药而导致的 在选降压药的时候 尽量不要选择普利类的沙坦类降压药 选择什么呀 优先选择敌瓶类的降压药 或者说北塔受体组织剂 也就是洛尔类的降压药 因为那两类药相对受到非载体抗炎药的干扰比较小 而非载体抗炎药它会干扰到普利和沙坦类药物的代谢 进而减弱它的降压效果 所以说这也是张大夫今天这个视频特别提醒大家的 好了今天唠唠叨叨说了这么多 其实还是想跟大家说 非载体抗炎药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用 好多人长期吃容易导致高血压 但是大家千万不能草木结冰 吃过两天非载体抗炎药 你非要说它导致了你的高血压 那不科学 但是长期吃的人很多人就有可能 同时在后期选药的时候 尽量选择非载体抗炎药对人家影响比较小的药物 这种影响大的药物 普利类的药物 沙坦类的药物 尽量避免选择 好了 希望我今天的视频能够帮到手机前面 广大的高血压的患者 如果大家觉得好 转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心理科医生 张志盈大夫